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下 關於賀嘴壺的一些方方面面 首先第一點因為賀嘴壺這種壺的形態 跟一般細口壺差很多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比較寬的進水口 一般來說它的出水口也是比較寬一點點 所以賀嘴壺的控制上面是比較難的 尤其是你在給水的時候 你在運水的時候 常常會有水一直飄 忽大忽小的現象 那如果你有碰到這個現象的話 一定要看完這一集 因為今天學長待會會示範一下 三種方式讓你的賀嘴壺的穩定度更好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 一般人以及比較良好的賀嘴控水是長什麼樣子 好 剛開始給水的時候 可能水是OK的 但是我們來走水 走水的情況之下 可以發覺說 如果你的賀嘴會形成 在靠近你的地方的水系 繞到外圍的部分水變很粗這種狀況 會有這種 水不均勻的狀況 那這樣狀況會形成什麼樣的情況呢 就是靠外圍的粉呢 會吃水很多 形成過脆的狀況 但內圍的水呢會 會吃水不足 導致萃取不足的狀況 那比較好的情況之下就是 無論你是在內圍或是外圍 這樣控水過程之中 你的給水大小呢 都是會差不多 不要因為你的內外圈不同 而導致你的給水會有點不一樣 看完了剛剛兩種給水差異後呢 各位有沒有中槍啊 如果你發現你的給水呢 是像學長剛剛示範的那一種 不OK的給水 水會忽大忽小啊 然後外圍給水很大 內圍給水很小的 這種狀況的話呢 要麻煩你 還是要稍微練一下 不然的話呢 你會發覺說 我的賀嘴好像不如 細口湖來得好和來得穩定 好那接下來學長呢 就要提供三招 給大家做參考 怎麼樣 讓你的賀嘴的穩定度 還有水珠大小的 都可以維持比較好的狀態 首先第一點 這個也是大家其實 最容易忽視 但是最簡單做的就是 我要先測量 我自己的水位高低 為什麼呢 因為賀嘴湖 我剛剛跟大家講過嘛 它的入水口呢 其實這邊承擔的水道很大 所以整個湖裡面的水壓力都壓在這裡 但一般的 細口湖呢 它的口道很小 所以它的壓力呢 就是 出水口跟這個 進水口的壓力是一樣的 所以它就對壓力比較無感 就算你的水位高一點或低一點呢 你的 穩定度不會差很多 但是賀嘴因為它的口徑很大 這邊大這邊小 所以導致於說 水壓的壓力大小呢 會直接影響到 你的給水的穩定度 所以剛開始學長建議大家 你要測測看喔 譬如說這把是 泰模的餘溫控壺 它的裝水可以裝到800 但是呢 你可以試試看 事實上你可能 需要的水只要300 如果300水的話 你安全值大概是400cc 所以大概是一半左右 你就夠沖完一份啦 所以你就不一定要裝到這麼滿 因為你的水位裝得越滿 你的水壓力會越大 越容易出現剛才那種水忽大忽小的狀況 那有一些賀嘴壺呢 你水給水太少 它也是不好的 譬如說有時候 它的這個脖子的部分呢 是比較高一點的 你給水如果太低的話呢 它會很不穩定 所以一定要自己測試看看 到底是 幾分滿的時候會比較 好沖 這是第一點 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啦 那第二點是什麼呢 是你的走水速度越慢越好 那這部分呢 其實也跟你的細口壺 跟賀嘴壺有關聯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來說 細口壺的口徑呢 都比較細 所以呢 你會覺得說 我好像必須要 繞圈的速度要快一點點 不然的話 我會在一個地方 給停留時間太多了 OK 或是我的沖力會比較強 但是賀嘴壺的觀念 比較不一樣 因為賀嘴壺呢 其實它是比較柔軟的 一種給水的壺走 OK 所以你在給水的情況之下呢 你其實可以把你的整體的 運水速度放慢 這會差非常的多 因為 一般來說 假設你習慣是這樣子給水 這個速度的話 你會發覺說 你的水飄的狀況很嚴重 但是一般用賀嘴 像學長文用賀嘴的時候 我的速度整個會放慢到 可能一半以上 只剩下走水速度變得很慢 這樣子並不會 讓你的粉塵被沖散 但是呢 讓你的走水穩定度 可以增加非常的多 因為賀嘴壺就是比較柔軟嘛 所以你在同個地方 即使停留時間稍微長一點點 走水速度慢一點點 也不會影響你的風味的 但是對於你的給水穩定度呢 卻可以有大幅度的提升 OK 這是第二點 就是走水走慢一點 那第三點是什麼呢 是關於你走水的水平位置 這一點大家可能比較沒有聽說過 什麼叫水平位置呢 我簡單跟大家講 一般來說水平是這樣的 我給水的時候呢 我的弧頭 是繞著我的圓這樣走對不對 但是我的弧頭的位置 就是這個 這個的位置呢 它是水平的 它是水平的一個狀態 它這樣水平的走 一般來說我們矽口弧 這樣子走水是非常OK的 但是在賀嘴壺的情況之下 要怎麼樣可以維持穩定度 而是有一點點 斜斜的這樣子的走水的路徑 有一點點斜45度角的 這樣繞圈的方式 我示範給大家看 就這樣 走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我的弧頭 好 上到外圍的時候呢 弧頭是比較高的 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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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你的 給損呢 就很神奇的 是不會忽大忽小的 那這個其實也是跟我的 弧的壓力以來源 是有關聯性的 所以這樣子 OK 原本是正常是 這樣子走 正常 如果沒有 高低高低的話呢 他的水就會忽大忽小 那如果呢 我有高低的話 45度角是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這樣我的給水呢 就會 是一樣大的 OK OK 但這個也需要稍微練習一下 因為同時你要 移動水平位置 那同時呢 你要繞著同性圓軸 所以剛開始呢 會有點不習慣 但是當你練好以後 你就會發覺說 喔 原來是如此的水到渠成 而且也是賀嘴壺的魅力所在 需要花一點功夫 但是當你練好以後 你會發覺說 哇 我的給水進步呢 我的風味進步呢 不是一點半點 而是超級多點 OK 好 那我們今天 咖啡送子攻略 也說到這邊為止了喔 如果各位對手沖壺 或是運水有什麼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